那菊花和菊叶的功能非常多 菊叶 那这个一般呢 讲的是杭菊 杭州的菊花 杭州的菊花很小 一颗个然后就黄色白色的最好路药 你不要去菜场买的很大那个菊花 老是菊花最大的 看买那么大一朵 哦好那不是那只能观赏 用不能吃的 小朵的菊花 你看 菊花长得这样子 杭菊 黄白黄色白色 这个是 池仓谱 好 池仓谱一节一节是这样子的 好 你们可以尝下去看 好 池仓谱 那这个菊花呢 常常到中澳航去 它利用菊花来泡茶 好 菊花茶就是这个航菊 好 好 那叶子呢 这种可以 叶子 好 菊的有菊花有叶子嘛 那叶子 所以 你生用你那些 嚼嚼碎嘴 嘴巴咬嚼碎 敷在伤口 然后龙疮和伤口 都可以收敛伤口 好 可以解毒 好 那这个菊花很好用 这个菊花味是苦瓶 苦味的药 能够泄 能够灶 能够煎 对不对 你只要记得苦味出现了 能够灶 灶 好 苦 能够灶 好 能够煎 能够泄 好 这是苦味的药 它的本身的药性就有这三个 焦灶的灶 好 好 能够煎 能够泄 好 好 那 这个产地的我刚刚讲 黄白好 杭菊 那姓为骨干瓶 无毒 菊花 主制呢 神龙变档内的主制是 清风热 明目解毒的药药 任何的头痛 昏穴 好 这个风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外感一般呢 它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它就是头痛 风寒吹到 没有吹冷气 或者吹风吹太多 都可以用到菊花 好 还有生眼衣啊 好 这种都可以用 好 因为菊花本身是 骨瓶嘛 骨瓶 那 那 这个 唐龙参呢 他认为菊野 是疗仓的药药 好 能够 因为疗 那个皮肤伸疮 好 伸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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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